吳俊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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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儿就是中央研究院 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教授 非常荣幸找到老師 来帮我们丹安森林公园 里面进行藻类的一个调查 因为这个藻类跟小黑纹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它其实是 之前的调查研究是 小黑纹的 食源之一 等一下老师也会帮我们做详细 清闭的介绍 那现在这事件我们就把这个 這個課程就交給我們吳老師 幫我們做這個課程的說明介紹 謝謝 我們歡迎吳老師 大家早安 很高興我們今天 這個機會來這裡 跟各位介紹大安森林公園的 這個藻類的問題 當然這個引起是跟小黑文有關的 但是內容還有我們看到未來 可能小黑文則是一個小的案子 小的case 還有可能更大的問題 在未來我們會看到或面對 這個大安森林公園 大部分我們看到的 它是一個大部分去遊玩的人 可能會公園走遍 但是有一個地區 是很多人會聚集在那裡 是在附近的 那就是這個一個水池 這個水池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它卻是一個 很多人在這邊 因為這裡有很多水鳥 還有就是因為有水 然後大家就喜歡 去到這個地方來走一走看看 那我們可以把大安森林公園分成 因為有水嘛 我們把它陸地跟水兩個部分分開來看的話 那麼以後你就可以看到 大安森林公園其實有兩個主要的 我們以基地的環境來看的話 它是要有兩種 一個就是 一個是磁塘 一個是一般的陸翼 我們叫做 這個陸翼的部分 那陸翼呢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是藻類多樣性 它會生長的地區 這個地點 我們叫棲地 它其實是兩個 一個是土壤的部分 一個是磁塘的部分 所以在探討這個大安森林公園的藻類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其實在土壤的藻類 是跟小黑文關係比較密切的 那磁塘呢 其實另外一個 也是可能未來會比較 大家會發現它滿重要的一個 另外一個基地的問題 那先我們從這個隨意的部分來看 因為它這整個是公園 這個公園它是有個面積 那我們這邊看得到的就是 它整個是到這個新世南路 那這邊一個大的還有一個小的 其實它只有兩個磁塘 當然還有這邊還有在這個捷影機的旁邊 還有一個非常小迷你的那個 我們就不去理它 那這兩個呢 這個算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比較大的這個呢 我們分別它的這個照片 看得比較清楚 那就是大磁塘 我們分別姑且稱它是一個叫大磁塘 那一個叫小磁塘 那這小磁塘其實非常的小 就是只有 比這個講座稍微大一點而已 就是大概兩三倍大的那樣子 那大磁塘是比較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環 沿著這個大磁塘旁周圍都有路 那很多人還有很多新人 還有很多的水鳥在這個地方悠遊 那我們來看到大磁塘它的 其實各位假如不同的時間去到大安勝利公園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大磁塘它其實是世紀不太一樣 那尤其在過去呢 我們夏天的時候可以看到大磁塘它是有長滿了很多的水草 那這是什麼呢 這是水芙蓉 就是長在水面上幾乎快蓋滿 那之後呢 就有一些清掉了 然後到進入到冬天的時候 秋冬以後就完全是沒有了 那其實這同一個角度可以看到它其實變化非常的大 那這當然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很多水鳥在這邊 那這樣子一個環境的改變其實對我們來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其實是個非常有趣的 但是它這種變動 那等於說過去我們看到它的變動之後 那我們可以來預測未來可能會是怎麼樣子 因為這是跟這樣子一個我們叫做相貌的改變 是有相關的 那怎麼樣一個相關的情形 我們先來瞭解以目前對這個池塘 它的池塘的這個現況的瞭解然後來看未來 那這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水鳥在這個地區 那這個還是偶爾拍一下的 其實是種類非常多 因為它呢還有很重要的棲息地 就在中間的這個島 那各位到那邊 這是人行道旁邊 那這個就很多很多 那種類也非常多 各位有聽過這個介紹鳥的時候 有稍微提到一些 那我們今天的焦點呢 不在這些動物也不是在這邊的植物 而是水裡面的 那麼這水裡面的呢 我們看到在人們到這邊去游游 游游住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會養這些水鳥 你就看得到 不是每一位 但是很多人會去養這些小鳥 這些水鳥 那這些鳥它也就會因為 它了解人類來就有的吃 所以就會進入這樣一個景色 那這樣一個情形呢 是好是壞 那站在這個公園的立場 當然我們說公園嘛 就是開放給大家的 那你到這邊來 Enjoy 你就看看享受這種自然呢 是幽靜之美 但是你去餵它的時候 是不是叫做自然 這個就值得大家去探討 因為會帶來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們後面再進一步來介紹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池塘 它到底 我們對這個池塘的藻類的了解有多少 尤其這樣子一個環境 那裡面有出現什麼樣的藻類 那數量有多少 種類是什麼 然後再來是 它從藻類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還有就是 我們如果利用它出現的這些藻來 告訴我們一些 作為一個生態的指標 然後告訴我們一些問題 然後 以及未來我們去策劃 該怎麼來面對這些問題 首先呢 我們來看 到底在 池塘裡面 我們看到一些什麼樣的藻類 這個藻類 當然 這些底下有打名字 但是對各位來講 都是非常陌生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什麼 一些外型 你可以看到它 它有的是 一些外型是單細胞情緒的 然後也有絲狀的 也有排隊排隊 很整齊的 等等 這些呢 都是我們後面稱它 叫藍綠藻 那有人說它藍綠 那不管是藍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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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在斜術上 就稱它是藍綠 那在一般的俗稱 我們稱它藍綠 那其實不影響 那東西那是同樣一個 只是我們 我們習慣在歸類上面把它說 因為它是一個 跟細菌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叫做圓合的構造 所以稱它是綠 但是我們傳統習慣 從古代到現在 那到包括台灣 中國到我們 我們還是很多人 習慣稱它是藍 原因這個藍 它的特性是藍 它的這個遺傳上面的特徵是藍 所以它介乎這種 非常奇妙的這種地位關係 但是不影響我們來探討問題 那我們來看這裡面 鏽出來的就有四個 比較代表性的 那這邊有一個叫棋盤藻 這個就是它排列的很漂亮 像棋盤的 那這個是以數量 一個細胞數目來看 它在整個池塘裡面 算是最多的 那再來有一些就是像這個 叫做圓合的藍 這個是一樣一團一團的 然後細胞很積極在一起 就很多 像這個的話 就是一個細胞就是很長 就一個 然後以細胞數目來算 那當然就是這個 就是比較少 這個像整團的都很多 再來 其實比較大的比較容易看到 當然大野的事情 我一定才能看得到的 那這是像這樣子的大的 這個叫裸藻 或者叫做我們叫眼蟲 那眼蟲其實在這個 池塘裡面非常多 種類很多 而且數量也很多 那再來看 這眼蟲大家都比較熟悉 這眼蟲我們在過去 在這個中學時期 在學校裡面的教科書 生活教科書裡面 都會提到眼蟲 眼蟲那不一定長得像眼睛 像這個比較像眼睛 那其實眼蟲 其實怪眾都有 但是它的出現的特色 特點是什麼呢 告訴我們一個特點 其實是環境很惡劣 很不好 那這個我們後面呢 會再來補充解釋 再來就是其次多的呢 就是綠藻 這綠藻呢 在這個池塘裡面 數量也是很多 種類很多 它的種類呢 要比這個 其他的藻類來講 還要多 那比如說這裡面 有一個我們稱來 叫做榨藻 有人叫聯姻藻的 它這個呢 當然在這個池塘裡面 就有出現了12種 所以它的12種 你可以看到這個每種 外型都不一樣 這樣是一個種一個種 它有12種 所以表示這個環境呢 是很適合於這個藻的生長 那為什麼很適合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探討 很適合這個藻生長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藻 這個環境不好 這個藻喜歡長在不好的環境 所以它就有很多 種類非常多 所以這是一個生態上的意義 再來一看 另外還有一些綠藻 比如說這個 一些盤心藻 單腳或雙腳的盤心藻 像是單腳還是雙腳 還有這種積極的 積極在一起的這些 也都是群聚 固定出現都是群聚的 所以你很容易的 從它的外型 群聚的樣子 你就可以馬上分辨出來 這是在認識藻類裡面 就是入門 你可以從它的外型 因為它外型非常特別 不一樣 每一個屬 它機制都不一樣 那它的外型都很漂亮 所以我們在熱視這些藻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附帶的 我們可以收穫 那就是你可以欣賞它的外型 因為它是漂亮 是美的 你站在欣賞的觀點的時候 你會看到 像我一輩子跟藻類為伍 研究藻類 我剛好研究一輩子到退休 剛剛退休 那整個一路走來 我們在看早同時 就去享受這種美 因為它的形狀之美 還有就是它的一些外型 跟自然界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這中間有很多的 我們叫做哲理 它的長相 還有它生長的環境 還有很多 點點滴滴 這樣不完 那這個裡面有很多 跟我們叫做一種 這種哲理在裡面 我們發現很多的這個自然 上帝造萬物 造萬物裡面 它有些行 還有它的生理 它的為什麼是這樣子的 點點滴滴 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去了解的 那從中間 從這個藻類的身上 我們也學到很多 這個做事做人看事情 很多奇妙的都映然在這裡面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在造立的外型 那剛剛我開頭的時候 我忘了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來這裡 在這個場地 利用這個場地來跟各位講解這個 對我來講是很有特別的另外一個意義 因為在同樣的這個地方 站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我是四十幾年前 當學生的時候 我是這個一號館的這個地方畢業的 那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有感情 各位看到很多的作作意義 都已經鑄掉 秀掉了 那場地其實都還在維持幾乎一樣 所以這對我來講不是就地從游 而是因為我是從這邊出生出來的 所以特別有感情 這個就是在我們 我從這邊開始對藻類有興趣 然後再回頭來這裡 把我畢生所寫的 這個有興趣的一點點東西 來介紹跟大家分享 其實是特別有意義 另外還有一些 我剛剛提到說 一些綠藻它的外型很漂亮 那包括這裡面也是 你可以看到像這個綠藻 它有這個網子 像內部有網子 趁連結 還有單細胞這樣連結起來 那它有固定的樹木 還有就是 這是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網 其實呢 假如用另外一個減圍鏡的鏡頭 你可以看到它外面還有 膠質的物質把它包起來 那為什麼會形成這個樣子 它是都有它的這個生存的意義 那這邊右邊也是一樣 它是整團 但是它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 從外型上 它也是有膠質的物質 你這種特殊的鏡頭 你可以看到它這些膠質的物質 那但是它整團的 這個團的構造 跟它是不一樣 那這個 代表我們說生存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中間就非常有趣的 那今天因為受限時間 我們不一一去探討 純粹只是讓各位初步認識一下 它這裡長了這些很漂亮的藻類 那我研究很多的 看了很多藻類以後 得到一個非常粗淺的一個概念 那就是長得很漂亮的地方 很髒的地方 這些長出很漂亮的藻類 外型很漂亮的藻類 這個很奇妙 這個也是有很多的這個值得去探討的 那麼再來就是它是整個彎型 夜彎型這樣的藻 這是像軟形狀的 叫軟形藻 然後再來也有這種固定 它是四個或八個或是四個 記在一起的 叫它是一個這樣子 一個情緒的藻 但現在右邊這兩個 它都是固定蛋細胞的 我們叫蛋寶藻 就是它永遠不會親近 那就是單一個在一起 所以單獨行動 那像這個也是單獨行動 但是它這個是跟綠藻不一樣 這是一條銀藻 這是另外一群的藻類 所以它的顏色跟 現在這樣子看不太出來 但是它的外型非常明顯 它的外型形狀不是Smooth 不是椭圓的Smooth 像這邊你可以看到它 它平常就是我們叫形容說 它是肩膀外一邊 就是這樣子 它是固定的 它一直都是這樣子 那像這樣子的一輩子 不是受傷造成的 而是它的特徵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銀藻 這個銀藻跟我們市面上 在這廣告吃的一種藻 叫健康視頻 你有看到有人在廣告 我不要講哪一個廠牌的 它就叫銀藻 就是它最原來是要用這個名字 以為是這個藻 所以它用這個名字 叫做銀藻 但後來發現它不是 它不是這個銀藻 而是綠藻 所以它後來改 但是改了它面子掛不住 後來就乾脆改一個名字 叫做銀 看過那個銀導的銀 也是叫做銀藻 所以你各位看過 那李昌義廣告的那個叫做銀 其實它的來源是這樣子 就順便 蠻有趣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些藻藻其實都可以吃的 只是說 吃的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對身體怎麼樣的好 我們今天不是廣告 但是就是說 在自然界裡面生長的這些藻 裡面有大概九成都是可以吃的 少部分不能吃的 那在後面我們有看到特別的 特別的出現問題的時候 一些環境裡面 會產生一些問題的藻 那這個是另外還有一群 就是叫做銀藻 銀藻在中國道路叫做龜藻 那主要是那個成分 細胞壁的成分 它跟銀有關的 它是銀組成的一個銀藻 它的外型都是圓的或者是長的 我們叫扁的 大概都是固定的 有時候會輕距 就是一個一個細胞這樣串起來 輕細的 那大部分是單一個一個細胞的 那細藻它的特點就是說 因為它有細 細這個東西它是氧化細的 所以非常穩定的 過照上非常穩定 那就是說細胞死掉了 它那個殼子也不會爛掉 不會啦還是保存的 所以各位假如說你到那個殖堂裡面 你去底泥去挖的話 你就可以找到這些細藻的殼子 它經過N年也不會爛 找N年多長呢 可能幾萬年 幾十萬年幾百萬年 它都一樣還在 所以一百萬年以後 有人到大安森林公園裡面 去挖出那個底泥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一百萬年前 它曾經長了什麼藻在裡面 就是細藻 這是特別的 其他的早就死光了 早就已經化為灰燼了 或是回歸自然 不知道循環N次了 但是細藻 它這個殼子就是保留 所以我們就經常拿這個細藻的殼 細藻的殼子 殘留下來的殼子 來追溯以前 我們就觀金一見古 我們要看古代的情形 然後從用細藻這樣一個生物 我們就可以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經常配合跟地質的人 跟海洋的人 或者是跟胡藻 胡佛研究 古環境的 或者是古人類 變遷的 我們都可以拿它來當作最終的一個工具 我們叫做微化石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微小 但是它的功能跟一般的化石是一樣 我們一般想到的化石都是大的 恐龍或是什麼動物的化石 但是在微化石像細藻就是最典型的 它能夠給我們的信息 就非常的 因為它數量比較多 所以給人的信息比較精準 它可以從這裡面得到 當然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是現身的 不是探討古代 因為古代的這個殖堂還不在 但是今天所出現的這些細藻 它會留給以後的最終的一個殘留的遺跡 這是非常有用的一群 那麼在這個殖堂裡面 我們大致地把它統計一下 像剛剛看到的好幾類 總共有藍麗菌 藍麗藻 綠藻 有細藻 有蚵藻 然後雲藻 這些顏色就是它這個藻長的顏色 我用這樣子的來 大家比較容易熟悉 那這個數量出現的 比方說這些十一月份才來 二月份 三月份 你會看到有變化 那這個我們用圖來表示 那這是在冬季的時候 整個殖堂它主要是綠藻最多 所以冬天是整個殖堂 你會看到它比較綠 大概是這樣 那到這個像三月份 我們稱它是春天的時候 那它倒過來 那綠藻變多了 綠藻其次 所以這個時候就產生了一個 水色會有變化 那到夏天的時候 可能這個綠藻 藍綠藻還會更多 這個是我們可以一般的 我們從台灣其他的環境 我們看到了 大概會有所謂的 這種季節的這種變化 這種季節的變化 跟這個藻群 它對溫度的適應性 是非常有相關的 那比較 經常出問題的一些藻類 它大部分是藍綠藻 所以溫度越高以後 藍綠藻出現問題的機會也多 大部分出現問題 像歐爾 各位可能有在媒體上 會看到那個叫做什麼 水庫出現藻花 然後藻花會產生藻毒 那些呢 大概都是溫度比較高的季節 因為這個時候呢 這個藍綠藻就開始強勢生長 那冬天呢 它很少 它不耐低溫 所以這個有這種 我們叫做季節消長的情形 還有就是 就消長會點動 帶動 就是有些問題 那有些問題呢 待會後面可以看得到 還有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跟我們生活是幾幾相關 所以呢 藉這個機會呢 也跟各位呢 介紹一下 那這個藻類的密度啊 在這個池塘 我們剛剛說的大池塘小池塘 那這個大池塘裡面的藻類密度 都比小池塘還高 那過去呢 這個在三月份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差了很多 快 快要十倍了 那也就是說 大池塘它裡面的藻類密度很高 小池塘你去的時候 我會看它會水比較輕 雖然裡面長了很多 待會我們有介紹小池塘的地方 的時候再會 再進一步的介紹 那 除了這個 除了剛剛看到藻類數量 還有一些藻類的之外 我們另外 在用生態上 我們會用 水裡面出現的一些生物 它的種類跟它出現的 每一個種類它的豐富度 就是它它出現多少個數量 用這樣一個數值呢 來做計算 計算什麼 計算它的奇異度 就是說 種類假如是 出現很多種 那奇異度就很高的意思 但是出現很多種呢 假如是只有一種特別多 其它都很少 那這個呢 也是奇異度很低 那最好的奇異度就是 出現很多種 那每種都一樣 多 那這表示呢 就是這個環境 適合很多個生物生長 然後呢 沒有生物均衡的發展 那這環境是最好的 那這個叫奇異度的概念 那這個是在智能界也是這樣 我們的自然和夜自然的環境呢 那就是我們希望它的種類出現越多也好 那就是說我們叫基因 基因的奇異度越高 那種類越少 那奇異度越差 那這個環境 我們這環境品質就越低 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是這樣子 那同樣這個概念 我們怎麼應用到這個池塘來看的話 那我們這個池塘裡面的這個 這個奇異度呢 在冬天這樣11月份的時候 它3點多 那那個什麼叫高呢 5 6就是很高啦 這個它有計算公式 我們待會後面有計算公式 然後它的這個均勻度 均勻度就是剛剛說的這個 數量分配很平均 每種出現的每個種的數量很平均 那也是一個計算的方式 那算它的均勻度 就是說奇異度跟均勻度 這兩個項目呢 分別是拆下來看的 那也可以把它綜合起來 那綜合起來呢 就是我以前 就是在研究各種水庫的問題的時候呢 就我們就設法把它綜合起來 那綜合起來給它一個評分 那計算式去計算 那我們先往下看 那先說呢 這個這個池塘呢 我們習慣上看到一個水液 我們就會說它有沒有游氧化 各位大家就比較偶像人手了 在媒體上面看到游氧化 那游氧化是一個大家 大家對水環境覺得它游氧化可能就不好嘛 那不游氧化就平氧 平氧的話就是好 那這個游氧化跟好壞呢 不是用概念的 而是用絕對的 用數量來看 用數值來看 這樣的話大家比較能夠互相溝通 比如說很好很好到哪裡 不好不好到哪裡 這樣子有個數值的相對比較 那這相對比較呢 就是有一個卡爾森這個人呢 他提出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指標 那這個卡爾森這個指標呢 它是利用主要的三個參數 就是一個叫什麼 就是腫磷 一個透明度 一個葉粒素 這三個 就是水裡面呢 有葉粒素嘛 有著力在生長 那你這個葉粒素長多少 那根據這個葉粒素的測值 就 越多環境越不好 不要長越多 再來呢 透明度就是 你水越透明表示越好 那怎麼樣看 透明度 不是用主觀的說 你看起來很透明 它看起來很普通 是不是 他就把一個盤子 圓盤子丟到水裡面去 那圓盤子是什麼 就畫黑白相間的 黑白相間的 一個圓盤 對分四個 黑白相間 那最容易分辨 那丟到水裡面 那看它到多少距離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那圓盤 那這個我們稱它這個叫透明度 那這是這個發明這個人 叫SECHI S-E-C-C-H-I 這個人 後來就全世界人就用 用這個盤子 稱這個盤子叫做SECHI DISC 就是它的盤子 那這個 這個深度 就是你看不到這個盤子的這個深度 你講得越深水越好的意思 那這個有一個結對值 就是你來看 大家來看多 可以得到一個公共的 大家認定的值 那這個值越低 表示誰越左 越左的話越不好 那這個呢 也似乎在 代入公式來計算 這邊比方說這個是透明度 那透明度代入這個公式 就得到一個值 叫TSI值 那葉利素也是一樣 葉利素有一個測值 就是要量 測值 在實驗室分析 那總磷也是一樣 總磷就是看它總共有多少磷 那水帶回去要煮 把它所有裡面的磷 全部都給萃取出來 然後去看它的磷有多少 那得到一個絕對的值 那利用這個值 也是代入公式來計算 那這三個參數呢 分別算出來一個叫TSI值 就TSI的意思就是 叫做優遠化指數 那這個優遠化指數呢 平均 上面用平均 平均又得到一個值 假如是小於四十的 或是四十到五十的 或大於五十的 分別分成三級 那我們一般來說的優養 就是大於五十就優養 就這個意思 所以習慣我們各位 這個用的最多 就是我們載很多的水庫 但當我們的水資源 我們喝的水 那這個 它這個值有多少 那各位可能這個絕對值 不太容易記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們每一年的環保署都會公佈 說我們哪一個水庫 它的這個 油溫化程度到哪裡 那幾個水庫是平壤 幾個水庫是優養 幾個水庫是優養 那全台灣大概八成是優養的 只有大概 百分之二十左右 是中優或是平壤 那可能 我們在座 我們大家都是 住在台北市附近 最多 或是新北市的 那 我們大部分的水 從回歇水庫來的 從南四溪那邊過來的 那邊的水的這個 優養化指數多少呢 像現在 現在還是剛剛要進入春天 它都是四十以下 比較平壤 所以我們喝的水就是一流的水 那什麼地方是優養呢 比方說離島 我的離島那個都是超優養 超級優養 那它的TSI值多少呢 都是八十以上 那有的是九十 那個水是不能喝的 所以離島的人很可憐 他們沒有水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拿他們的當地的水 那個水庫 和池塘的水來喝的 所以那個水怎麼進化 都是有問題的 像到金門的話 有太湖 有很多湖 那裡面的水沒有一個是可以喝的 但是他們怎麼辦 所以他們買水 就是 像台灣印水過去 他們 真的很可憐 印水你可以想像 用船載的水去那邊 然後他們買水 那像以前曾經 像高雄也有 高雄也要買水庫 各位可能都有印象 對不對 那他們也是一樣是優養化 他們的水是哪裡 是豐山水庫啊 或者是那塊的陳青福水庫 那水都很糟 我們在台北 他們南部的人稱我們 我們叫天龍國 那天龍國有個好處 就是不只是我們有地 我們有這個捷運啊 過得很舒服啊 我們喝的水 這是前台灣最好的 我們可以想像是最好的 那剛好呢 不巧這些火水庫的水 就是我從 開始建水庫到現在 都是一直我在監測 沒有斷戲過 那這邊總共監測了二十幾年 剛到退休 我現在要接棒出去 幫台北市的把關 把二十幾年 這是一度走來 所以有很多的心酸的歷史 但是很愉快 讓台北市的水 可以維持前台灣第一名 他們稱為叫魔幻水庫 他們稱為叫魔幻水庫 他們稱為魔幻水庫